鼻内窥镜检查不痛苦 因为我们检查之前 会给局部喷点麻药 给局部喷点麻荒素 收缩一下 让鼻腔很通畅 而且我们的鼻内窥镜 也非常的细 在电视机下面 看到的进去以后 等于它这个内窥系统 是延长了我们的眼睛 帮助我们眼睛 进入了鼻腔里面 进入各个窦口去看 而且这个鼻内窥 它还会帮助我们 进入手术的视野 更拓展一些 所以这种检查 它一般对人是无创的 一般不痛苦 但我们高度怀疑 比如说它有长细肉 长肿瘤 或者有鼻痘的炎症 或者鼻腔有出血 我们要找出血点的时候 我们用鼻内窥镜 进去查一下 倒在什么地方 相当于我们的眼睛 进到这个鼻腔里面去看 如果单纯你从外面 用鼻镜看是看不清楚的 但鼻内窥镜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通过光导系统 通过摄像系统 通过电视显示系统 我们进去以后 很仔细地看到 比如像各个地方 它的结构的变化 豆腔的情况 长的是个膝肉 或者长的是肿瘤的大小 位置 有没有出血 出血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可以通过 鼻内窥镜检查 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